狂色的球啊 在上半场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而客队菲律宾队今天是一身蓝色的战袍 他们在上半场是从右向左攻 上半场比赛开始第一次 这是余汉超右边路的进攻 直接掉回来了 打一秒 非常漂亮 永泼射的 王永泼的打门 过往 在跟这种东南亚球队踢球的时候 肯定这种切身的感受太明显 之前打这种球队的话 先看 进球了 比赛刚刚开始 这边仁航进球了 我们刚刚 我刚刚这简直是打我的脸 我刚刚说中国队今天这双中卫踢的 都不是很像中卫出身 仁航证明了一个 我中后卫上来先来一个投球进去 中国队的防守战型非常好 你看一丢球马上回防 然后大概我看了一下刚才 大概是有六个七个 没错 前面 这一下传的好像还不错 打门 这球挺有威胁的 中卫队的进攻 整体推进的速度不是很快 王国在观察自己队友的跑位 选择给左边李宏博 这球给的没有毛病 刀球起来了 露过来 投球 2比0 25分钟 肖制终于是起到了一个中锋该有的作用 这个球就是之前韩蓬所说的 一切简单到前场 直接明了 打法清晰 很简单 他边也是个球队的 对 他是 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人 这球高点给的不错 王大雷的出击 文准反 要赶紧归位 第一球 推进来 打了 这是一个意外球 扎住了机会 9号 米萨赫 巴哈多兰 打进一球 比分来到2比1 这个球 其实中国队的问题在于 这是偶然性 这是所有组球场的偶然性 大雷为数不多 拿球刺手 到这边这一点 这个球好像并没有越位 扣过来 打一脚 感觉黄尔 心里可能也稍微有点 想的有点拖 没有在做递递 像我们在争高球的时候 包括像王生超这种球 虽然他不是替中卫出身的 但可以看出 平时防守练的时候 就练过这一种球 他知道这个球的落点在哪 对 你像这个菲律宾的球员 他完全不知道 球的落点在哪 有点撞运气的感觉 能顶着就顶着 顶不着也就算了 对 明显顶不到的球 还要去跳一下 永伯 自己向前 252 倒进去之内 再传 还有机会吗 王永波 调整 调整 想扣过来 在船中 原车 飞 球进了 43分钟 中国队在终于 我们这次不投球了 我们在立球队内 换了一个更为细腻的方法 同样让菲律宾队员 感受到有点不知所措 王永波的助攻 于汉超的几球 任何一个球队 都没有太好的动法 只能去破边 打通边路 江日红的个人突破 打通边路 然后飞进来 打了 哎呦 哎呦 永破这球太可惜了 机会 小汉文下半场上场之后 机会可是真多 推一下 王永波 这一次没有浪费 刚刚那球 还看你可以 给我吹出一个球门球 这个球 你不能吹球门球了 4比 完全加速 就像是一个白米运动员 吴磊 伸手 再轻轻一推 哎呦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高水平的 吴磊又来了 这一次 再追 无比 含蓬之岛的预测错误了 嗯嗯 现在有人猜无比 估计也得错 因为时间还有很久 这次是引红波的进球 至少今天在赛前 李皮之岛发布会上所说的 多传 多近 成为了现实 无锡 前场 脚很硬 再传回来 到林 直接打门 哇 他以为进了 打边往上的 他以为是一个 十分角 四角 中场 现在我们的中场 拿球比上半场 的时候要轻松很多了 等寒门开始加速 传一个低球 给的还不错 倒地 点球 下半场比赛 进行到25分钟的时候 东国队再获得一个点球 第一个点球 有机会将领先牛市 扩大到五球 张锡哲 刚刚上场 自己创造点球 没有伐记 这球伐了一个中路 任何一个球队 如果浪费这样的机会 会受到撑划的 而且 到这种正式的比赛 比如说 世界杯 亚洲杯预选赛 其他的正赛的话 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先看看这次进攻 打一下 打到立柱内侧 点球不进 自己的运动战机之后 追回来一个张锡哲 这个刚刚上场 简单的球不进 张锡哲这边的话 他现在是场上 22个队员当中 唯一一个球艺 还没有失负 刚刚上场 对 高临 搞起来 这是一段围攻 半场攻防演练 攻防演练 邓韩文 换自己的左脚 哇 这球进了 71分钟的时候 邓韩文非常敢踢啊 这个球啊 自己的左脚呢 应该也是之前有观察到 菲律宾门将的一个站位 来看看这个机会 吴磊 张锡哲也在跑 传一下比较猴 哎呀 传一下比较猴 得自己来了 倒地再勾回来 还有机会 就是要给